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嗨,大家好,我是Ko 現在on the way 去見一位香港藝人朋友 不是去香港見他 是在馬來西亞的冰城島 冰城島正好有山有水 是居住的好地方 所以信了一批很好的藝人朋友在馬來西亞買房子 現在on the way 去見他,Let's go 這個影片要講廣東話 因為我的嘉賓是來自香港的藝人 廣東話 好 沙灘很舒服 香港有什麼地方可以這樣做 沙灘太陽 香港也差不多 香港的家也是對著沙灘 也是沙灘的 但是沒有這麼長 所以你回馬來西亞的家也是要對著沙灘的 也是,喜歡沙灘的 好啊 所以我認識了兩個朋友 一些是香港朋友 是喜歡對沙灘的 原來日本朋友 是不喜歡對沙灘的 為什麼? 是對沙灘的 日本人喜歡沙灘的 是喜歡燈光 是喜歡燈光 原來是不喜歡對著一個 晚上的時候好像Dixie 很靜 死海 我也不喜歡 但是這裡不是 這裡不會是死海 OK啊 因為在晚上 這裡有一束燈 看遠一點 又看到一束燈 就是沙灘的 看到北海那邊 就是 北海那邊 那邊我們也看到 北海 我知道 交叉交叉交叉的要求都很高 因為選擇對海 也有選擇 風點來 或者海 要見面對 也有天文台 厲害 你也知道嗎? 因為以前是一個 很深 很遠的地方 也不喜歡香港的地方 一額無際 太好 很複雜 飄去哪裡 其實我看到很多 香港朋友 我去到家 小小間的 有一個小冷景 也很開心 少少的冷景 有一個海景 難得 很厲害 我們以前看的 有海景 去到那邊 是很冷的 然後那個地產 一定是海 對 我沒有意求 我有動力做了 還有你可以玩雪上活動 因為有很多人玩 CV 玩 龍舟 那些 可以放下 我們就可以玩雪上活動 厲害 我還沒了解 海人 又敢出台語 怕有些 經驗不夠 對 危機 這裡有沒有寫著牌 不能出去 它暫時沒有 因為我們認識了隔壁 攤一班 水上活動的一班人 他們告訴我們 哪裏好玩 哪裏不玩 哪裏多石 等等 有時候有人弄 不知那些石 你看出去那裏 遠遠 一個大口那裏 經常有些浪 怕怕那裏 那裏有些大石 噢 對 最初看以為是鯊魚 還是海豚 不是大石 這個房間很大 這間是一個 誰住 這間房間 其實這部場 我打算是打算 打算 打算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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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間房間 我已經打算打算 這個應該是廚房 廚房走到外面 剛剛沒有派對 花園走進來 都會方便 這間房間 這間房間 我們找到哪裏 都會來的 例如我們游泳 可以回家 洗澡 還有 如果我都去吃飯 那些朋友 都會去洗澡 招呼朋友 都會比較好 這間房間 很漂亮 真的 Spake Planning很重要 所以有時候 發作和你 屋住很重要 去用的習慣 就會知道和設計師 他人的動線很重要 就是這樣 一來 二來 我們真的未裝多些錢 在你住過 你住過之後 你就會知道 哪些方便 哪些房間方便 哪些房間 都加起來 會比較容易 我覺得這個體驗 會很大問題 它有5分鐘的 或者是10分鐘 最長的 是30分鐘 你這次買小型機 根本就是宣紙 我本身是User 哈哈 這個 我手指沒有 哈哈 現在在印下去 有痕跡了 哈哈 可以鹽到它 日常我都喜歡這隻 因為這隻 什麼可以鹽 自己弄 整理它 因為很漂亮 哪一台 啊 我現在才知道原來這個 偉大的 你可以 去那裡上班 你 你叫我 我才知道 沒有搞錯 我只是分了我用過的功力 我給Din Sir用 就是 這個 我叫這間公司請你 OK 我請我 OK 現在在播中 馬力經 對啊 你不說我也不說 可能已經聽到 習慣了 順滑了 所以 你去到一個環境 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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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已經和這個環境 融合了 融合了 其實我們一開始 都不知道是什麼 你住到這裡 因為我們很近 那一個子 北部就到了 我們吃東西 很多時候都在這裡 其實一天都有幾次 尤其是早晨那次 凌晨的 你們挺得順的 零晨是六點鐘 就開始了 五點來六點 好像六點 沒有什麼 沒有覺得 聽了什麼 其實都是很優雅的音樂曲 對 很舒服 有時候我開車 有時候會聽到一點 他會覺得很舒服 他喜歡聽 他會覺得很舒服 朋友都會問我們 近海 會不會很潛心 其實未來的 我開車 其實我三年沒有回來 我是有抹過那間公司 但是沒有髮毛 其實我們出去山風 真的很舒服 一陣陣風過來 不是濕黏黏黏黏黏黏的 鏡頭鏡頭 立刻往後面 哈哈 所以這裡的風來 就不是那些 有鹽水會做外加具 沒有什麼鹽水味 是後面的山裡 有鹽水味 反而 旁邊的那些就會 因為以前的管理處 給我們看 他會做幾個 產品的廚師 他說帶來的那些是黑的 濕的 例如黏黏黏黏黏 可以勾到的 這裏就沒有 其實很容易看到的 有附蝕性的海水 會喜瘦 這些問題 他都會喜瘦 你看到這些 怎麼打理 他全部都沒事 即是說 他沒有很鹹的東西 影響 所以買房子 就要跟他們指駕走 我遲些都要做檳城人 哈哈 就靠你們的 我要買一間貝山麵桌 在這裡吃東西 見朋友 來到這裡就好像 出國 在度假 即是喜歡檳城 反而我是喜歡檳城的地方 很集中我要吃的東西 去的地方 很近就已經去到了 一條街已經有很多的選擇 如果去KL 它也是有很多 但是你可能要駕車去一個很遠的地方 會相隔遠很多 所以 基本來說 是喜歡植物的地方 所以我就知道 很多香港藝朋友 尤其是新加坡 或者外國朋友 都會選檳城島 會不會是因為好像 香港島那樣 比較限制 比較少人 或者是側中 這裡在世很多 在世很多 那裏700萬人左右 一個檳城有多少人 一出街 其實很多人都 其實 好像很熟口熟面 每個人都好像很近 知道大家住在哪裏 這個人是哪裏 那個人是哪裏 那個人是哪裏 那裏的同學 對 這個最重要的是 我們一家吃飯 然後讓人家說 那是我的朋友 那是我的同學 首先 一件事是 你後面認識一個朋友 然後有其他人會認識他 彈到的全部都彈到的 彈到的全部都彈到的 你坐在那一會 那一會兒 你坐在那裏 我拍到你 這個感覺 很可愛 所以在那裏 不要做壞事 因為 每個地方都有天眼 真的有很多天眼 是很清楚 很可愛 很可愛 我相信很多馬來西亞的朋友 想知道 有什麼馬來西亞的食物 你最喜歡的 很多人問過你這個問題 我也想問你 這個問題 對 剛才我和黃豬很喜歡 擦櫃一點 尤其是附近有間 擦櫃一點 可以擦櫃一點 我就跟你飛梳 你幫他打招呼 好像你幫他買了廣告 我現在 我對上一段影片來 分成拍攝 我看到你的照片 我拍了照片 是不是那一檔 應該是那一檔 我們天常都吃那一檔 那一檔是我們附近的 近來 近來 我很喜歡用彈龍磚 我現在都用的 他還用傳統的彈龍磚 好像幾代了 30年 40年 40年 他剛才告訴我 我們剛才見面 他告訴我 他八個月大的時候 他媽媽便可以怎樣 爸爸去開這個檔 好了 四十一 就是四十一 我們 很多 很多 其實也不只是傳統的 走路也有很多 我們那一晚吃了一道日本菜 都是很精緻 很精緻 很精緻 很性格 所以不只是吃傳統的食物 傳統的食物 其實都有 新舊 加上一些 很多年輕人 在其他地方回來 有了開一間Fusion 那些Concepts Parfait 現在很多間 好像疫情之後 做了很多 第二代去打理了他的餐廳 那樣都是 多了很多新的元素 新的新的新的開了 今次回來 我反而覺得 都整個分成員都不加了 以為是新的元素 其實是以前的 那間餐廳 那間餐廳 就是這樣 尤其是我們做設計 見了很多設計師朋友 都將很多heritage的建築 再補樓 裡面再加一些新元素 所以就是那個交通 這個感覺 但這件事很簡單 但做的時候 你有沒有 那種味蠢 或者是 那個平衡很重要 其實設計我都很喜歡 所以這次間餐廳的設計 都下了很多心思 遷就了我們自己 生活上的心思 嗯 好像我們的洗手間 或者我們的corset 我們都會做 一人一邊 一人一個 那我們就 小上山 一間山扮靚 他都要很多時間 都要 我聽你很man 我沒有什麼死板 天生離質 哈哈哈哈 關於Wardrop 我知道姜先生和姜太 都這麼貪美 應該 衣服一定不少 他多一點 他多過我 以前的比例應該是我多 現在弄一下弄一下 我搬一下 我搬一下就全部放在 70-30 差不多了 現在 所以今次 你好過我 我是我80 我老婆20 哈哈 我多了10個 謝謝你 所以今次的設計 裏面 他的corset 我設計是比較大一點的 可以讓他放多一點的衣服 其實也有什麼需要的 因為他一件衣服 頂我幾件 很大件 我的衣服都是薄一點 小一點 他的鞋很大 所以他需要的位置 真的多一點 一證明 他們要這麼大 是真的有心想 可不可以 長住的 OK 因為今次的設計 我們由洗手間到corset 都是大家分開的 但又可以共融 可以叫我 因為他有什麼都可以 在哪裏 哈哈 在哪裏 可以走過來 所以我們現在的洗手間設計 是黏住了 一邊左邊 一邊右邊 一邊是他 一邊是我 他那邊的設計應該是藍色 我那邊是粉紅色 這個因為是風水的設計 會比較好 然後就是 他那個會大一點 會走多一點的木材 因為他都喜歡天綿的東西 所以會比較大 多一點用木的東西 我那邊就會比較 顏色可能會比較亮 因為要對比 就不會那麼黑 又不想這間屋做到很黑 比較光亮 我單單看的設計圖 我覺得是很新鮮 很期待的作品 我們剛才說 這個我們打算在廚房 這樣走出來坐 是不是很舒服 非常舒服 背山面海的風 而且方便 因為那裏做了食物 那裏我們可能會 那裏都會比較方便 所以這個我又想有大自然的食物 司令人想做一項一項的木 不過我又不知道 我用什麼木 我覺得這裏的木 一定要用 Compersy Wood 因為Compersy Wood 比較靠一點 所以可以防水 對山對岸 所以比較防潮防濕 防白矮 不過你這麼高 不會有白矮 所以比較靠 但是樣子都會做到 一個很香的 因為Compersy Wood 有很多種顏色 我認識的商家 都超過1000種顏色 應該有一定的味道 有1000種顏色 這麼多 那一定有兩種 那到時應該做得很漂亮 所以說完這個Wall Drop 隨訪一定是 每間家中最重要的主角 因為我知道你們本身流行 和我們聊天 每一個方面都打算 如何去招呼客人 如何去招待小朋友 去煮食 我又不覺得 為何被你發現了這件事 我覺得你們很好客 你們 每次都會站著 你是不是已經吃了 你打算來我吃飯 對呀 我以後分成多個點 第二 廚房其實是很重要 因為廚房的設計 因為你很難去後改 如果你的門做得不好 拚拚拚 整個掉了 又不好 木材很重要 膠很重要 而且東西很長 你想想放碗碟 煮的幾重 如果那些膠不漂亮的話 那廚房你真是 對呀 所以廚房是每間家中 最主要的東西 尤其是女廚人 因為女廚人很多 雖然我知道姜山也有煮 問題是用 通常女廚人 除了要放煲餐餐 洗呀 雅士車巢 那方面的東西 真是最難 國安蘭都重要 因為其實 我有時候會吃一些直播 所以我會在雅士車巢 所以我會在雅士車巢 所以我想雅士車巢 希望可以容易 但是現在廚房 希望可以偷的位置 可以讓我更快一點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廚房 一定要有的東西 這是什麼 一定要有的東西 一定要有的東西 其中一樣是很重要的電器 電器 洗碗機 你很厲害 耶 他這樣洗碗 這個是太太的福音 有了洗碗機之後 是一個你不會買了 不會後悔的機會 用的東西 但是洗碗機 因為我其實有什麼洗碗機 所以我由一開始 用洗碗機的第一天 我的5D版的時候 和以前的方向 因為其實很多洗碗機 不能進去 所以我的方向 買什麼都可以 洗碗機 不能進去 盡量我都可以買 洗碗機 可以放光 真的很遠 真的很好用 又省水 省時 省力 幫助整間 多一點時間 能夠不夠更開心 乾淨很多 尤其是 如果你煮食 煮完食物 之後 廚房有很多碗 如果是放在洗碗機 你的廚房空間就大很多 但是洗碗機擺放的位置 就很重要 因為一定要快 乾了之後 拿出來 怎樣收回這些東西 所以洗碗機 是很重要的東西 現在的趨勢 我記得 上次我們開箱拍一個 洗碗機的影片 單單兩三名 商家跟我說 他們的洗碗機是 飆三倍 During MCO的期間就是 我家多了 煮食多了 每個人都是隨神 每個人都是 男人都是 而且很多人 不了解洗碗機 因為洗碗機 會很浪費水 很浪費 但其實他們真的很節省 他們想不到用洗碗機 還有蝦水 用洗碗機 有乾淨的消毒 對 乾淨的消毒 還有酒杯 洗完出來 全部都垃圾的 真的乾淨的 平時我都是帶國外的朋友 去吃好料 現在 要等薑山薑台 到我吃冰塵的好料 好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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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才知道 好料 好料 蜜沙拉提 好料 好料 蜜沙拉提 帶我們來吃中東餐 喝蜜沙拉提 這是拉茶 你需要拉一下嗎 這些不是拉茶 拉高一點 拉高一點 哈哈 好料理 配合今天 Happy Birthday 一拉起步 蜜沙拉提 乾淨的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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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來吧 咕嚕肉 差不多了 咕嚕肉的乾淨 真的不錯 謝謝姜山跟她的冰泡瓦魚信 很期待他們的家做好了 請我去吃 煮家飯 當然了 等你來 喜歡這個影片 點讚留言分享 下個影片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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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先生的魅力 無論是瑪莉古包 我們是華人 都可以吃的 大家給面 哈哈